柬埔寨人蛇集团干部抓到了 近期柬埔寨诈骗层出不穷 有一名林姓主贤担任了集团人事主管 指挥其他干部张贴布什的讯息 吸引被害者上钩 要求他们也加入诈骗的行动 后来金边枪击事件曝光 担心事情也会曝光 这群干部又未装成被害人 想要一起回国 没有想到刚入境就遭到逮捕 桃园马路边计程车司机 突然被警方带回警局 但他并不是违规 而是被查获身兼 柬埔寨人蛇集团台干之一 不仅如此 回台的林姓主要干部和其他成员 也在机场通通被逮货 原来日前警方循现追查 锁定了林姓主贤及成员四人 根据了解这名嫌犯 原先在国内从事诈骑工作 后来遭中国诈骗集团吸收成干部 在今年2月升迁到柬埔寨 担任人事主管 指挥其他干部张贴布什讯席 等被害者上钩再将其加入集团内 限制被害人行动 并迫使其从事 诈骑线上博弈等不法工作 被害人总共有三个 这群被害者统统被要求从事诈骗 若是绩效不佳 女生就得做仰卧起坐 伏地挺身等等的体罚 男性则以殴打居多 导致这些人同时兼具被害及假害身份 但由于柬埔寨金边枪击事件引发关注 嫌犯几人担心曝光 干脆将所有人都带去泰国 并以被害者身份混入其中回国 殊不知仍被逮货 历经半个月的侦办 在昨天15日在桃园地区 逮捕到集团 干部张姓男子 全案一人口犯运等罪移送 尽管嫌犯前方百计 甚至对被害人下监口令 终究只是白瞒一场 如今警方将继续追查 让这群不肖人士国内国外都难逃罚往 记者黄奇台南采访报道